哈喽,各位小朋友们,要说最近翻车翻得最狠的那就是张子怡 演员里总是夜脸真诚地表达自己的优越感 台后流量挨斗,没少跨台前却一副护实姿态 不断地输出啥天赋论,门槛论 反对所有人来分更演戏的行业 为什么一定要多当演员呢? 演员这个职业是一个最低级的职业吗?难道 所有人都要到这来分一本更 从事艺术工作,它是需要有天赋的 没有天赋的努力是毫无意义的 结果自己转头就演起了少女 哎,见过打脸的,没见过一句话打两次脸的 你看这演的哪有15岁少女的样子 和舅舅撒娇跟夫妻调情子的 随便翻一下评论就能找到大把大把的吐槽 两眼无神啊,看着心机深啊,太紧绷了等等 反正你说这少女有35了我都信 请问,于圈是没有年轻的帅哥美女了吗? 为啥一个个的中年演员都这么热衷于装嫩呢? 先是40岁的张鲁一,胡子都没刮干净 就装14岁少年,喊比自己小4岁的猪猪娘 还一脸懵逼的被灌说,你还是个孩子的思想 你还是个孩子,娶妻之事 必须听我这个母后的 这之后又来个40岁的张子怡演个15岁刚起一击的少年郡主 一脸娇俏地喊着只比自己大八岁的于和伟,爹爹 并且为了凸显少女的可爱和娇俏 张子怡精心设计了很多的小凳子啊 小表情,眼睛无神,表情紧凑 台下巴瞪眼睛,一言不合就嘟嘴,表示撒娇 这部或许就是张子怡的打脸自传 娱乐圈的这股装的风刮来刮去,再又刮回来了 40多岁的女演员都能演15岁少女 那旁边的15岁少女演什么 少女难道很低级吗 为什么人人都想来分一杯羹 你说你是缺钱了呢,还是为了过瘾呢 你是为了糊口吗 还是为了过瘾 就是说不适合你的角色,你为什么要去接呢 所以你到了什么年纪,你就要演什么年纪的戏 那如果说40几岁了 然后我还保持少女感,演一个少女 那旁边的少女演什么 演员这个职业是一个最低级的职业吗 难道,所有人都要到这来分一杯羹 张子怡在演员中谈,演员要有信念感 现在被观众吐槽,就强调自己42 按照她之前的说法,信念感是演员的必备素质啊 怎么现在就不提了 我觉得演员如果没有信念感的话 就不要走上这个舞台 张娘娘下凡从综艺开始 综艺捞筋不够,又来了电视剧 只是这演技嘛,有点尬 好像对不起她国际开的水平 果然啊,张子怡还是把恩师张艺谋的告诫给抛到脑后了 不拍电视,不上综艺 结果张子怡哪个都没绷住 因为要捞钱,差饭 大概是眼看着营销翻车了 所以就先下手为强撇清关系 再卖弄一番委屈 简单来说就是,我本本分分演戏 差评都是来自片方和平台的恶意营销 可问题是你自己选的角色合不合适 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装什么无辜 点评别人偷偷使道 对自己却要求越来越低 只能说,泡的一壶好茶 果然整天吹自己演戏有天赋的张子怡 碰了一大导演的一点点的抠戏后 表演力和作为演员的演技瞬间下降很多 所以说,被捧得太高的人 就是会容易认不清自己 好了,今天就避避到这儿了 对于张子怡的少女感你们有啥想说的 欢迎在弹幕以及评论区留言哦 咱们下期再见哦